沙尘暴从8号开始袭击新疆多个城市 哈密地区和南疆盆地大部分仍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 并搬有阳沙或是沙尘暴 周五在新疆河田地区狂风呼啸 漫天黄沙笼罩城市 空气混沌一片 弥漫着浓重的土腥味 人们出行非常艰难 哈密地区周四下午也经历了早上穿短袖 下午打哆嗦的不稳定天气 沙尘暴伴随着冷空气来袭 道路的能见度降到只有50米 有些车辆不得不停在路上等待沙尘暴过去 在东江和南疆肆虐的沙尘暴 给当地居民的交通施工带来困难 并已经给农作物生产造成了数百万人民币的直接经济损失 再次